分析師預計金、銀和銅的市場價格未來將達到新的高點 現負黃金星期一達到每盎司2449.89元的新高 分析師指出,美元的持續疲遠和國際收益率的回落 是推動金價上漲的主要因素 此外,中國的黃金需求在第一季度顯著增加 也是支撐黃金價格上漲的重要原因 目前,中國已經超過印度成為全球最大的黃金珠寶消費國 由於市場對黃金的信心增強 投資者的興趣也轉向了銀市 銀價上星期三突破每盎司31元達到十多年來的最高點 而由於工業禁肅和供應緊張,銅價也在持續上升中 專家預計銅價在未來12至18個月 可能達到每噸12,000元甚至15,000元的水平 Tina West 記者編輯報導 都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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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...